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自政党要贯彻落实李光耀的理论理念 王立杰罪行 怎么说呢 政党 政治 政策 政权 张大哥 直播世界开讲 现场吧 这个人本身当然王立杰还是在内阁里面 问题这个本身他是要说服大家的 他要说服总理 他要说服内阁 他要说服新加坡人 关于如果面对更严峻的疫情爆发或者是更严峻的经济衰退 这个新的财长能够升任吗 到底是谁 所以很大的 如果这个财长比王立杰还好 那为什么不要早一点拿出来呢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从他 对抗疫情 批预算 派钱到现在只是两年的时间了 这两年当中难道武林中有高人吗 有出现 出现那个 怎么讲 奇才吗 武林奇才吗 能够比王立杰 能够比李总理 能够比整个人民党党所有的精英里面 更加能够有办法带领大家重建这个家园吗 所以我真的质疑了 那坊间有人有一种阴谋论 那也有人说阴谋论 不要讲阴谋论 就不要从阴谋论讲 就好好的讲王立杰这个人 结果讲到最后呢 我也感觉到好像是阴谋论这样 很多东西讲明就好像 哎呀 又是啦 话注 话注长啦 听起来也没有意思 如果大家要讲 要张大哥讲 你知我知的事情又何必呢 但是我今天在坊间听到 有几个人在吃用餐的时候 我刚好排队 在旁边听到 他们说他狠 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说王立杰狠 我听到的人 每个人告诉我们说王立杰多么好 多么放得下 然后有一个是比较不懂是酸 说他又要闻又要捂 是很难的 我们要找一个 总之你看到这些 等一下我们会从这些主流 一些文章里面我们敲一些来讲 但是重要的是 你说这些是明税啦 但是这地地区是他们的观感啊 有些人说早就知道啦 你看后期都没有看到 都没有看到总理带他出去啊 反正每次带另外一位出去啊 那有些人说 哎呀知道啊你看那个夫人 在几分钟里面灯灯了多少遮 那个另外一个所谓的黑马 红马啊 当然他也有灯啦 就是陈振生跟王寻才啦 何夫人 在他到处放 这种感觉就好像当年我们小时候要选班长呢 选班长怎么办 选班长你要啊 我那个时代啊 中学啦中学选班长 你要自己表现你自己 所以你要出来讲话 要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要选你做班长 是讲自己的好 然后你要找一两个同学说 你你你你胜任当班长呢 他们要讲你的好话 所以现在就感觉上 何夫人不懂是不是觉得 哦这个陈振生很好 所以他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面很多帖 听说我没有去看啊 老实讲我 有人说我八卦 我们又不至于八卦到那种地步 然后又有后来 好像隔了一段时间 又有那个王寻才出来 可能何夫人是接下来还有王以康啦 接下来还有李志生啊 可能是要让网友们了解这几个候选人的 的那个背景 最近他们做什么 无伤大雅啦 其实是好啦 但是对那些认为有阴谋论的人 就会多多一层想法 这你问我啊 我也我也真的不明白 很多时候我不明白 有些人哦 你要我怎么明白 他是总理的夫人嘛 他要做什么 在脸书我们哪里敢多讲话 每个人的自由 大概他不要被 请去拎拎拔就好了 如果他被 请去拎拔拔也是很奇怪 哦 当然是 哎是这样啊 我们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对不对 哦 皇帝犯错 犯错就要以俗名同罪啊 更何况他不是皇帝 对不对 所以希望他脸书做的事情 不是 尽量不是 当然他不是 他是把人家的好处 公布给大家 所以张大哥也要在我的开讲里面 也要告诉大家 我们 要好好的 好好冷静的 看我们新加坡的下一部 那我最近告诉大家 我看金庸小说吗 我看欢乐英雄 诶 诶 想不到有一段情节是蛮有意思的 我们现在也等 现在有多少人进来 对不起 我看一下 现在有多少人进来 我看不出 好 到底 因为我 等一下 不好意思 要等一些人进来 对对对 这边可以了 哦 现在有59个人看了 还不错 蛮多人听我开讲的 那 我讲个古给你们 五条小说 现在是 张大杀讲古 这个情节很有意思 请允许我 用比较幽默的那种 声调来讲这个 金庸小说 欢乐英雄 第十三章 开始 大家都在说 刘三爷子 因为武功太好 人言太好 这才不得不 金盆洗手 他说话声音很大 茶馆中 邓石有许多眼光 都射向他的脸上 好几个人 齐声问道 为什么武功太高 人言太好 便需退出武林 这奇不奇怪 那矮胖汉子 得意洋洋的道 不知内情的人自然觉得奇怪 知道了 却毫不稀奇了 哈哈哈哈 有人便问 那是什么内情 那矮胖子只是微笑不语 所以跟他那个哈哈 是多疑的 各着几张桌子的一个兽子 冷冷的道 你们多问什么 他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信口不吹 那矮胖子受急不过 大声道 谁说我不知道 刘三爷金盆洗手 那是为了顾全大局 免得横三派中 发生门户之争 好几个人气嘴巴舌的道 什么顾全大局 什么门户之争 难道他们师兄弟之间 有意见吗 那矮胖子道 外面的人 虽说刘三爷 是横三派的第三把高手 可是横三派自己 上上下下 却都知道 刘三爷在这三十六路 癸风落雁剑上的造谊 早已高处掌门人 莫大先生很多了 莫大先生一剑能赤落 三头大雁 刘三爷一剑 却能赤落骨头 刘三爷门下的弟子 哥哥又伸过 莫大先生门下的 眼下形势已经越来越不对 再过了几年 莫大先生的身世 一定会给刘三爷压了下去 刘三爷生大夜大 不愿跟师兄争这个虚名 因此 要筋盆洗手 以便能够安安稳稳的做他的 富家翁了 好几个人点头道 原来如此 刘三爷声名大义 很难得啊 又有人到 那莫大先生可就不对了 他逼得刘三爷退出武林 岂不是削落了自己 横三派的身世 那身穿仇山的中年 汉子冷冷笑道 天下事情 哪有面面都顾得周全的呢 我只要坐稳掌门人的位置 本派身世增强也好 削落也好 那是管他娘的啦 那矮胖子喝了几口茶 将茶壶盖 敲得当当自想 叫道 冲茶 冲茶 又道 所以呢 这明明是横三派中的大事 各门各派 各派中都有贺客到来 可是横三派自己 怎么办 其实 他说他不要反而增加很多变数 太多的变数 他说他不要反而让人家觉得说 你都做得这么好 你不要 那你的整个团队不是没有咯 大家不要忘记哦 如果财长离开 换另外一个财长 另外一个财长 他有他自己的用的人咯 这是不变的知识 这种是办公室的文化 办公室的政治 办公室的策略 所有的新老板 成为公司的老板的时候 一定拉拢 倾盆器友来帮忙他 这个是没有错的 我永远是不认为这是有错的 当然 如果你说也没有错就是要很小心 要避嫌 要利益切割 这样做得好就没问题 但是每个人都是找亲信 那你一找亲信 整个财政部的财长 新任的他找他的亲信做这些秘书长 做各个部门的要员 重要的要官员的员 那怎么办 旧的这批就这样离开 那他们留下来的政绩 面对疫情的 整个的财政预算已经丢出去了 抛出去的 借出去的 给出去的 怎么办 听起来我张大哥的直播 反而是很实实在在的讲一些重要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公司 这不是一个小学中学的班级选班长 这是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 一个内阁的一个部门 一个部门是牵动到整个大局的 包括要跟总统申请储备金 说不要做就不要做 其实不要做 如果你没有挽留都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没有挽留 人民是有权利 要知道 如果不要让人民乱乱去乱乱讲 不要乱乱讲 古家小说的故事 什么金大爷 金盆洗手 也有他的真正的原因 刚才我念那个故事 不表示我是那个看法 我只是告诉你 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出来 张大哥也有自己的故事 那我听到的 我告诉你 有人说他狠 狠就是你一弄我 我就不要做了 所以那个照片他们说他 老板好像脸傻掉这样 是不是不要做得太快呢 还是本来就是要他做呢 本来就是好心要他做呢 你也不知道 那问题是夫人现在又立刻放出那个 第二个热门人选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胡思乱想 那也不要怪 也不要怪坊间大家胡思乱想 因为你身为整编人 你都会第二天就放到陈正生的那些铁 然后又放王寻才的铁 我希望他明天会放 还是今晚会放王乙看的铁 然后又放李志生的铁 因为目前这四只马 就是黑马 红马 人马 那我第二个课题告诉大家 其实自政党要贯彻 落实李光耀先生的政治理论跟理念 王立杰是最刑的 目前 因为儿子都要退了嘛 儿子可能成为资争了 没问题 但是有很多时候政治秘书在 李光耀的政治秘书 对李光耀 学习李光耀 或者是去 帮助李光耀 写那些稿 提出政策看法 李总理一定也问过他们 那王立杰 当然是 他的背景真的是人才一等的嘛 毫无疑问的 这么好的一种学历 李光耀吸收他成为他的 这个秘书长 身边的秘书长 当然 他能够带给 李总理 可以见缘 他也了解李总理办事 人力 他 还有远大眼光 欲见欲知 对新加坡 的看法 甚至 有时 没有 自己父子之间的那种盲点 也说不定 所以 很可惜咯 曾经 曾经是 李光耀秘书 的秘书 竟然没有办法 接班 那我看 外地的 外地的记者 写出的文章 一直讲 因为他险胜 东海岸 接班能力受益 但是 我一而再再而三说 东海岸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那个对手其实是不会 如果呢 那一个对手本身 他们在 知行力方面是很强的 学问方面可能比不上 圣港 因为圣港 有一位是 非常优秀的 所谓的副教授 那像蛇雪林啊 像浮车官这些都是很道地的 很自行的 所以他们去打这场选战 他们几乎如果不是因为王累杰 准总理来的话 他们一定赢的 那但是王累杰也有办法胜他们 其实也胜的不会说太过丢脸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那一场选举不是他带领的 是吗 不是他带领的 因为 如果你要 你不可以说 选的不好 我要 怪罪于你 选的好 成功是我 我们 我们很 大方的 我们也很 欣赏的 我们也很肯定的说 那个2015年的选举 是李总理 在人民行动党的 这个 许多届的竞选当中 表现的最好的一次 但是2020年 却不是他最好的表现 是滑落下来 所以我其实心里也是说 应该退 如果你要让这一个4G的 4G的团队 能够独立 能够展现他们的才华 能够展现他们的能力 很多时候 老一辈的要放 我在我自己的影片也讲 老鹰怎样 带领小鹰 能够从山崖中 在殿党的形势下 小鹰能够展翅高飞 就是一个很 很啊 这个很是推 小鹰都把小鹰推出去了 就让他自己 自由飞 他有这个能力 就展翅高飞 他没有这个能力 当然他就会坠落 但是你多年的债平 你什么时候要让他们 要放手 你永远没有放手吗 你上一届大选不放手 然后来一届的大选也不放手 那几时能够培养自己 让人民看到自己 所谓的一个真正的什么团队 你不要讲4G团队啦 4&5G团队啦 或者现在已经5G团队 都没有用啊 因为那个2G的人没有放下手 那个2还是3G的人没有 2G啦 应该这样讲 是啊 你没放下手啊 你没放下手 那所以如果你 那个大选 整个人 整个还是你扛的 所以成绩不好 还是你啊 不是他们 因为你没有放下手 如果这个布局本身是协商的 那就大家的 大家要承担的啦 那大家既然能够承担 大家能够承担整个的竞选 难道不能够承担 扶持 推举一个班长吗 带领 这个团队吗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很觉得说 不应该 说他不能够 就是说不应该说 让他不能够当选 总理 反而让他卸下 那卸下的理由 你看得到大家所讲的 都是一窝蜂的 有一点粉饰太平啊 学学在野党很喜欢讲的 What啊 安啊 不过在野党很少讲安啊 他们讲What啊 What的意思就是激励 是没有错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疫情当中 但是这一位 说要退下的人 给我们感受不到他的 感受不到 如果他真的有病啊 病得很惨 你就感受到他必不得已要退下 你没有感受 所以人家才会说他狠 那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他是靠近李光耀先生 跟他一起 作为他的属下 三年到四年 虽然那时候李总理好像已经是资政了 但是那个时候才是 最多他的经验 在他在做资政的时候 就是真正的发挥的时候 他才能够跳起来 从上面看下 看这个内阁 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对还是错 有什么需要纠正的 有什么需要加强的 那身边的王立杰难道 就获益不强 特别在金融啦 贸易啦 处世带人 跟国际的关系 其实讲的这一点也是一点纳闷 其实你大家也知道 虽然是appoint as a 第二把教育 但是很多时候 可能他忙着疫情 可能他忙着做财长 所以很多时候也没有看到 他被带出去参加 就是没有在李总理的身边啊 所以也有人说 哎呀看就知道了 我们是看门道不是看热闹 虽然你们现在做热闹的 做了很多解析都没有用 现在这个放一遍 坊间 人民 选民 和热闹的 外国人 全部怎么看 接下来我们的第二把教育的人 不管是谁 首要的 首要的 一定要人民认同 首要的 一定要 我不可以说 那个人一定会比王类比 但是 他肯定是 他肯定是 在所有候选人里面 最让人民欣赏的那一位 一定要这样啊 不然不是很糟糕 是不是 大家想想 我讲的是不是有道理 WiFi好像不大很好 我在看到我的 我这边的WiFi 我现在是用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场直播有这些问题 整个的 那个 镜头也不是很好 看起来我好像要病倒 是啊 打了疫情啊 打了疫苗 那我今天大概 大概就是 从这几点 好 Li Jin Chen 晚上好 Dan Qing Sui 晚上好 张大哥晚上好 欢迎回来直播 谢谢 我刚从牢里出来 谢谢大家 Dan Gok Hui 欢乐英雄是古龙的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是看金庸小说 是不是欢乐英雄 本来我念错 我念错 金庸的我看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 大家看啊 哦 不是欢乐英雄 讲错了 抱歉 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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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英雄是古龙的 所以我讲错 我看对 我在看金庸的 笑傲江湖 令狐冲的那个 但是 前面不是讲令狐冲 是讲这个 那个 零什么瓶啊 这个零 我对 我看小说 我对名字也是 那么谈到刘三爷的事情 不好意思啊 就证我 谢谢你 欢乐英雄是古龙 我一直讲欢乐英雄 我其实我很想找古龙的小说来看 这个我想想 金庸真的是也 比较 比较深入一点啊 比较 古典一点 就选金庸 所以现在在看 笑傲江湖 有演过电影的 那个许光姐演的 令狐冲 我还记得 电影不好看啊 不会比小说来的好 好 谢谢大家 没有了 没有人进来了 好啦 我这些 这几个 影片都在讲完那一节了 我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继续讲 但是 我觉得好像后面的一些原论 嗯 当然啦 粉丝太平的原论当然是讲他牺牲啦 讲他无 敬佩他啦 放得起放得下啦 哎呀放得下放得起放得下 但是 但是外面的坊间听到的就不是这样啦 是被逼牺牲啦 说他是狠啦 没有想到这么狠啦 就是我们常常外面所讲的 以其你叫我 以其你炒我 由于我辞职不干 哈哈 那也有人说 会不会是那件事情啊 那个 给钱给太多 给到3亿多 给多啦 不过后来又说 不大可能是那件事啊 因为那3亿多 大概95%的钱能够追回来啊 那也不能够因为一件事情 就没杀他全部的功劳啊 如果是因为这件事 也给人家感觉到有点 吹毛求疵嘛 对不对 所以张大哥自己本身讲 他到底有什么引擎 我不认为就是这么简单 说跑道短啊 那跑道短呢 现在那个跑道很长啊 那个变成太长了 飞机还飞不起 不是啊 应该这样讲 跑道很长 飞机还没有办法降 可怜我们70岁的总理嘛 他还在上面一直飞 你跑道再长给他 他也要下降啊 他有多长的跑道 跑道短的你说他飞不起 跑道长的他没有办法下降啊 也不对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想一想 那我张大哥比较独特的看法 就是知道 王力杰3年跟李光耀总理在一起 而且那个时候是他做资政的时候 那时候他的经验才是一个总结 经验才是最丰富的 这个很重要 不要以为资政 顾问嘛 不然公司请顾问做什么 顾问就是比 懂事 比那个自行长 更加真正的是 能够更有权威的 帮助公司嘛 提出自己的 一个宏观的看法 或者是从在旁 旁观当中 有洞见 是啊 不然是怎样 所以 你不放王内杰 你现在放谁 我不知道啦 当然很多人讲说 哎呀为什么 会不会有关系啦 姓陈姓李是不是有关系啦 假如这样也是李自身 就也是姓李 也是很麻烦的 王以康肯定没关系的 因为他的爸爸 大家也知道 我不要 我不要讲 张大哥当然知道 大家都知道 他知道了就知道 不知道了慢慢去想 王以康的背景 他的父亲是谁 都知道的啦 所以我看来王以康比较没有避嫌 因为他是 是不是 哎呀不知道啦 还有谁 陈真生王以康 王寻才 王寻才 王寻才也是很可爱 我跟你讲他很可爱 他来马林百列的时候 我刚好就站在他旁边 他看到很多人排队 那排队做什么你知道吗 去回答问题咯 回答不懂整体啦 你懂社区的啦 那种给你 你回答问题对了 你就转轮盘啦 你就拿到水啦 买 拿到一包米 什么 他看到人在排队 他以为大家排队买40 可能我没有记错 所以他搞 他有时候好像搞不清状况 他可能太忙啦 他看到你学生排队 他学生好像排队排到 哇排到外面来 当然有那些排40 也的确排到外面 不过40是在另外一边 这边是巴萨外面 是那种社区的一些问答游戏 这样 所以也蛮可爱的 听说他也是做很可爱 当他做建物局 建物发展局的时候 的部长的时候 那个英国王寻成员来 来叛访 拜访新加坡 他就要介绍 这个组屋的生活 因为英国王寻想知道 新加坡组屋生活 现在发展成怎样 当年英女王 来的时候也是 理工要带他去看我们的组屋 所以他就 他就把早上下午晚上的 组屋的生活放在 一个模式 一个建场人员 所以王寻人员看到这些 太阳底下那些 长辈们在那边打太极 觉得很奇怪 他说 我天气这么热 你们exercise 大概意思是这样 我不一定是准 所以 我没有笑着他 他是有创意 这个就是创意 但是 用的时候 所以你会担心的 其实我也蛮惊赏王寻才 这个疫情的表现 我个人 我对他没有好 我没有 我不会讨厌他 他这个疫情里面 他讲到哭 我当大哥一看到男人哭 我就软了 因为我常常也爱哭 他真的讲到哭 他说 all over again 我感到 做个一场 隆重 隆重 巴雷开戏 越疫情 他觉得好像要从头开始 他整个人 所以你看 很快他就被 现在调去做 教育部 轻松很多 没有啦也不会轻松 因为 教育是 百年数人 是不是 所以不容易 十年数目百年数人 对不对 所以 也是这个 这个担子也是很重 但是比起抗议 轻松很多 所以也是大概换了 所以现在 接下来的抗议的 这个超部门小组 应该是处理 处理 处理 后冠病时代的 所有的问题 所以 卫生部长会不会换 你也不知道 财政部长肯定会换 还有什么部长会换 所以两个礼拜后很快就到了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好 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到 我